欢迎收看5月2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联县议员林元傅针对0403赠灾款项 共计有309亿元 希望县府能够把每一笔款项 协助受灾户和重建家园 另外针对清水部落用水民生问题 也希望县府原住民行政处 能够积极的协助村民解决用水问题 欢迎会定期待会宣任总咨询 县原林元部整是针对0403赠灾款项 希望县府能够做好重建家园 协助县民们能够重返正常的生活 另外佐西乡清水部落用水的问题 也请院民处能够解决民生的问题 公务人员的陈勤案 因为请假过多遭矿子论 超过10天两大过免职 考机会开会通过 确定执行 那真的是很可惜 为这位公务人员的铁放丸 就这样不见了 真的很可惜 那再来 还有就有谈到这个赠灾款项 那我们整个花莲县的赠灾款项 总共捐款 募集累积有22.8亿 那加上我们中央的 中央28.5亿 那整个加起来有309亿 那我写的这样子的金额 应该是够来协助我们整个花莲的地震的受灾的一些救助工作 还有修缩工作 那还有第三个 我们原副这次质询 有这个浊西乡清水部落的用水问题 也因为是0403地震 造成山区 涮水口脑疗 涮水口 两侧的土石崩塌 造成这个水质滚浊 没办法饮用 那我也 建请我们这个 华林县政府 原民处处长 应以0403 重灾区的部落来协助他们 来跟我们新政府团队 来争取是否能够拨个一两千万 在这个隔壁石门关的取水口 它这个水质比较干净 来给我们这个清水部落来饮用 那我想 这次原副的咨询重点 也希望这个 天佑花莲 那大家为花莲加油 凝聚大家的力量来协助花莲的 这个修建 重建工作 先言联合表示 0403 0123地震 可以说是受创花莲的工业产业 也希望新政府能够赛家把劲 符会和协之下 共同来努力重建家园 记得就会花车岛